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我們之前都提到不少大型內房股都會實行雙線發展 分別是賣樓和收租,賣樓業務收入龐大 但要面對調控的風險 收租業務收入金額未必及得上賣樓 但就穩定性高些 收租業務包羅萬有 除了商場及寫字樓外 還有長租公寓 即是出租住宅物業 面對日益高漲的樓價 鼓勵地產商發展長租公寓 是內地近年其中一個角色 龍湖就是其中一個積極進軍收租業務的例子 物業組合主要包括商場及長租公寓 目前興建中的商場有21個 主要在今年及明年落成 可以增加樓面面積超過七成 長租公寓的收入雖然不是太多 去年只有四億元人民幣左右 不過就是龍湖積極拓展的項目 現時有超過五萬間長租公寓 公司就估計了 今年可以增加近一倍到十萬間 並預期明年的收入可以有二十億元人民幣 即是比去年增加差不多四倍 龍湖去年經常性收入大概四十億元人民幣 今年目標是一百億元人民幣 明年是一百五十億元人民幣 野村就預期了 明年相關的利潤貢獻佔比有一成五 高盛就估計中長期佔比可以去到兩成 總結而言 發展商將部分售樓收益 調撥去發展收租物業 可以增加盈利的穩定性 一些有明確發展目標的內房股 好像龍湖一樣 就值得初歌留意